在京城合唱團的演出 高雄部下的表演集合 精彩音樂會建設登區 江澤南島在地的合唱團 將你作為在家藏部演出 向台東合唱團告學 將永新的校壁祖老師表達全世界 這次從紐約回來 然後也因為他們的力量 把我們大家的力量都凝聚了 我覺得南投縣現在很久沒有這樣子 合唱的大團結 老師真的是在音樂方面的照音非常的高 功力非常的深 他不管是在指揮方面 或者是說這個發聲 這些方面合音的合聲的技巧 各方面都給我們能夠切中要點 讓我們的團員很快的 就能夠了解 今年已經80歲 蕭比祖老師對音樂的提供 和教育的工作 非常精心精力 會有真正優秀的人材 在合唱會創下真正的好心者 如今總數到學工作60年 好像特別為了發起這份 團結一家族 關心沒人的音樂會 因為有蕭老師讓我們有一個動念 讓我們中國合唱團 幾十年前大家一起唱合唱 今天有幸聚在一起 重新回味幾十年前 當年物資非常缺乏的時候 唱合唱是我們最快樂的事情 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故鄉 沒有想到難度 我的學生們 知道我已經教學60年 所以他們就辦一個60年的音樂會 我實在是很感動 回來以後變化太大了 台灣的硬體的建設 也是除非無盡 尤其是讓我最感動的是 音樂的教育深入普及 第二音樂會 最愛的大學生 蕭比祖老師請主主打的機會 登陷美人的風采 和肯定的觀眾朋友 度過一個難忘的音樂圈 記者女性採訪活動 我好像知道有人在喊 阿